我发现这款游戏真的有无限可能 这一把赛特吃鸡我们依旧是打野位 翻过这个三坡呢应该就会有车包了 在这种黎明的情况下 车包是很容易发现的 也是很紫的 所以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近视1000度了 哇 没想到还挺远的 跑了这么久 这不再是一个7级以上的车啊 啊 前场是不是飞了什么东西 哇 好伤啊 盗嘴的肉都给飞了 这个城又多了一个伤心的甲壳虫 不过还好前面还有一个车包 这个人应该不会来找我吧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追着甲壳虫 毕竟甲壳虫是多么可爱 是需要放声的呀 很好 这个人没有追上来 那么继续往前走吧 前面还有一个车包 我希望给我一个跑得快的车 这个车包在高速这儿 等会儿可以顺着高速走 不是吧 又是宝马擦我搞毛线呀 每一次都是这辆车啊 不过讲真的 这一辆车是真的不错 拿到车之后看到前面还有车包 我心里有一种橙色的预感 这个车包里面很有可能是10级车呀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有一种强力的预感 前面那个车包肯定是好车 刚才我心里一闪而过 哇 五级的扑特 还可以 捡车包升级我可是太喜欢了 希望能一直捡到十级 这样就伤不着圈里面可爱的甲壳虫了 走吧 咱们进圈吧 左边有人 看一下是辆什么车 哎呀 甲壳虫呀 来吧来吧 蹦了 直接 这个甲壳虫这么可爱 肯定还处于一个非常懵逼的状态 我是谁 我在哪 我怎么被蹦了 这个点的话跟我想的一样呀 一共有22.多公里还可以 但是对于咱们可爱的甲壳虫来说 无疑是一场折磨 甲壳虫好像撞速了 那他没了 本来就是有差距的 有失误 那我只能拿他升到6级了 哇 他在那里还没有动 说此话兄弟 不行的话你就放弃了吧 我也不想浪费时间 还有最后一点多公里 稳住就可以了 他没有追 导航让我穿过体育场 说实话 这种弯道直接穿插过去就行了 多多余了 而且这一路上也没有几棵树 非常的安逸 嗨 房哥你好 房哥再见 OK 前面有一片小树林 直接钻进去 小树林比我家后院都俗 苏哥不要拦我 我可不想拥抱你 完美 终点也没有多远了 就剩下600多米 这个可爱的甲壳虫 估计是已经放弃了 那还不如直接推出游戏呢 这样大家都能节省一堆的时间 好的 前面就到终点了 六级车我来了 希望六级给咱们一个四驱的蹦蹦车 这样就能快乐的蹦人了 看看给个啥 说实话 如果不是蹦蹦车也没关系 来吧 给我照亮一下 四个怎么个事 六级的奥迪RS7 也可以吧 起诉很快的这辆车 不过越野倒是不大行 这把的话还有这么多人 不着急 先去圈的边缘 看能不能日行一扇 这里是穿过了体育场 这个地方很有机率穿好车包 我记得我有一次 拿了一辆八级的明爵呀 不过人比较多 没有把握的话 还是苏生在野区比较好 这里有个人 看能不能追上 在这个位置的话 估摸的是个甲壳虫呀 兄弟们 不能放过他 直接追 你等着啊 兄弟 你摊上大分了 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追上 如果能追上的话 直接就升七级车了 哎 人呢 地图上怎么不见了 应该是个高手啊 隐身躲我 不过也有可能是掉线了 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还是进圈吧 当我准备去圈对面的时候 看到前面还有车包 还是去看看吧 我还是相信自己的运气的 大眼一看 应该有三四个车包 这不得来个好车 一般像这种层堆层堆的 都会有好车包的 只要不是你的脸特别黑 一般都没有啥问题 走走走 我们去看看 前面那个车包是啥东西 哇 六级的奥迪 不早点来 我还欺负了一个甲壳虫 这不是可惜了吗 再看看前面那个车包 是一辆二级的奥迪 算了 打扰了 还不如六级的奥迪RX7 刚才也开了这么久 车也累了 轮胎上也针上泥土了 换一辆新的吧 想一想又找一个竞争对手 这可是太棒了 继续往圈里面走 前面有个车包看一下 二级的标志 那算了 前面有人 那直接蹦吧 看一下蹦到个什么车 六级的宝石捷 没关系啊 我们的方向应该是对的 啊 反了 赶快掉头啊兄弟们 应该还有戏 宝石捷好像还沉溺在追车的快乐中 那咱们赶快提速 哇 这个位置的话 我很危险呀 这么远的点 还不能有一点失误 不然的话肯定要重开的 这波我判断失误了 没想到点在后面 应该是记错地图了 没有关系 咱们稳住就行了 等它失误就行了 这个时候我撞下东西肯定就没 所以一定要小心 树哥 房哥 帮一下我呀 他为啥还没有撞 完了 感觉这期视频呢 可以到这里结束了 没想到还是因为 我自己的判断失误 而导致了失败 不对 他停了 估计是撞到房哥了吗 那谢谢房哥 到时候我先拆迁你们家 这个时候我们跟他一个起跑线 不怕 我们丝毫不慌 我们只要稳住 不要撞东西 不要翻车就行了 这一把肯定能轻松拿下他 完了 前面有石头 完了 没有躲开 这不BBQ了吗 啊 不对 他好像也撞了 不是 这剧本看的挺冲透啊 赶快提出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还给我说了一句再见 该说再见的人是我吧 油门直接踩死 啥也不管了 前面还有石头 要小心 他可能会撞到石头 哎 没有撞吗 这个人跟的还挺紧的 不过没有关系 马上就要到终点了 300多米 前面应该没有树哥了吧 OK 这一波直接一波飞偷过去 一点速度都不太减的 完美落地 这一把不就轻松拿下了吗 再多失误一次就没有了 不过对面也挺菜的 骑机车随便来 不要给我法拉利就行 小法的话还是那句话 就像脚底抹了猪油一样 那根本就控制不了啊 七级福特 不错 这个车稳定 各方面都比较均衡 有了这辆车之后 咱们就可以轻松的蹦人去了 只要不碰到九级车十级车 我都是有机会拿捏的 又来到了圈的边缘 刷倒入第二个圈了 这个时候蹦人的话 机会就更大了 我在边缘直接往里面冲就行了 走走走 上高速 先把自己的速度拉上去 有个车 兄弟 你的方向是不是反了呀 我给你带回去 直接蹦就完事了 这个方向的话应该是对的 往左边一丢丢 不过没有关系 一个不减速的大转弯 速度拉满继续往前 他这个位置应该是在爬山吧 我不管他了 不会真的以为 六级的蹦蹦能爬过七级的福特吧 前面有一片大平原 不着急 慢慢来就行了 六级的蹦蹦 估计是追不上我的 还在山坡呢 那就追不起了 拿你升个八级车 这种平原跑起来也太爽了 前面有个小山坡 不慌 前面就是终点 舒克房哥不要挡我 OK房哥谢谢你 我来问你唱一首歌 听我说谢谢你 自己人就不开枪了 直接拿下 这一波生八级就有点靠运气了 看一下八级车是啥 千万不是小雪 求求你了 随便来个什么都行 我不要雪佛兰 谢谢 只要不是雪佛兰都可以 哇 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人不喜欢雪佛兰吧 我的乌鸦嘴也是服了 雪佛兰的话 确实挺拉垮的 这把能不能升到十级还是个问题 算了 还是先往圈里面走吧 看看能不能蹦到人 这个位置的话 好像差不多 看眼地图很OK 前面有一个大圆种 跟我碰面的话 那直接就蹦 这不会没蹦上吧 OK蹦上了 这个八级的明觉呀 不过它的方向反了 你没有拿瓷子量一下地图的比例嘛 这个点肯定在我面前呀 不出意外的话 它就没了 最后400米了 前面还有一个房区 要小心一下 哇房哥谢谢你 啊 撞到石头直接飞起来了 还好他没有追我 还剩下一百多米了 这一波他肯定没了 小伙子 没有想到被我偷了起步吧 那你就很没办法 看看是辆什么九级车 最后两个圈还是很容易的 只要偷到起步就稳了 九级不要大切 不要大切 不要大切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把又是大切 那就完蛋了 哇 福特可以 而且还是黑福特 这辆车是九级里面最棒的 等会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升到十级 刚才没有注意 就剩下五个人了 看一下地图 决赛点的话 应该就在我前面 就剩下五个人的话 不好下手了 那算了 这把就挑战 用九级的福特司机 开始决赛了 这个点的话 应该就在前面 不管了 直接冲 我觉得我猜的应该是对的 8.6公里 好远 OK 我看到了 在咱们的右边 那这把的话就稳了 不过我这一把是第二 哇 左边还有一个大聪明 看起来速度要比我快得多 起码是个实际车 算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瞄准终点 直接开冲 还有5点多公里 哇 这货的压迫力好强呀 感觉要没了 这个时候就看他失误不失误了 失误一下 我就可以超过他 如果他不失误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哇 这个时候翻车 完了 完了兄弟们 连鸡屁股都吃不到了 先用惯性赶快后退 一点都不忘 再往右边打方向盘 这个方向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哇 又是个小三坡 不管了 冲了 又是一艘减速啊 兄弟们 不过前面有金字塔 感觉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人很聪明 从金字塔旁边绕了过去 应该是个高手啊 这个人 不管了 我也直接绕过去 这个时候还有三角度公里 在地图上已经看不到他了 我都准备要放弃了 但是注意看 前面应该是统林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还有希望管他呢 油门直接踩死 不能留一点遗憾 前面还有蔬菜大棚 这玩意儿和房哥数个差不多 在跑急速的时候 就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ok 直接穿过去 如果不出意外 过了这个小土坡就到终点了 苏哥不要挡我 苏哥不要挡我 我全有你了 苏哥 ok 直接过去 那个人好像撞了 哇 我是第一码 我知道了 那个人是一辆F9啊 估计是刚才那个三坡翻车了 所以才会输给我 好了 我是沈英俊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